我是刚好2004年离的婚 刚好2004年拍的《武林外传》 有一天我看到了我一场戏 我是坐在房顶上讲的那一段 有讲了那么一段话 我忽然感觉那一场戏演得非常好 男人跟女人不一样 平淡而温馨 对我来说就是一切 对战堂你一文不值 所以说这段婚姻留给云 严妮的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不过严妮也大方表示 现在与前夫的关系不仅如亲人般亲戚 即使在遇到困难时 一向迷糊的严妮也会第一时间 向对方寻求帮助 我们俩其实都不算是好朋友了 那其实就是一辈子的亲人了 比如说我要遇到什么事情 可能需要帮忙的话 我还是会去找她 本来要去美国看我女儿了 忽然接了一个电话你知道吗 她就说她是什么公安局的 好像说我进什么一个诈骗案 因为我孩子她爸是在公安的嘛 我可能第一时间就给她打电话 还没说完第一话呢 然后她就说哎呀那是骗子 你别害怕别害怕 赶紧赶过来什么什么的 一段感情的结束 注定会给两个人都带来伤害 不过严妮却觉得曾经有这样一段经历 也是美好的 一个演员有一天你还有了一定的名气 就是你还真是要在情感上 有一定的有一定的不一样 可能这就是老天让我经历的这一切吧 我要是这样想 我觉得也许这些也都是 还算是美好的吧